人生就是因为有了艺术 生命才会丰富跟可贵 出生在台湾南投县普里镇的疗愈画家黄管宇 从小就非常有美术天分 展现高超的绘画能力 加上他的父亲黄宪仁 就是著名的手绘电影广告刊版画师 2020年7月25号下午2点 管宇艺术故事馆 正式在台中市西村区福顺路 举办开幕仪式 许多海内外各地的艺文界人士 都前来参加制贺词 画家黄管宇表示 希望这个故事馆 能够推广艺术美学教育 成为生活产业 提升大家的艺术氛围 那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 一样像我这样子的领军的方式 然后集结更多的人 共同的有对环境上的更多的期许 然后我们共同一起努力 让这个环境让台湾 在未来能够有在艺术里面 更有灵魂 更有希望 然后更有发展的 未来的展望 黄管宇的油画 树苗功力非凡 人像动物绘画 有一种特殊疗愈心灵的发风 逼真 写实惊艳 在海内外获得很多大奖 经常举办画展 作品很多人收藏 他在2015年开始 就在台中市落户 致力推广艺术美学生活产业 希望以自由奔放的艺术 打造缤纷色彩的人生 疗愈也温暖人心 提升每个人心中的正能量 管宇希望把疗愈的艺术 推广出来 也让大家在作品里面 有很多的灵魂跟主题 我们一个人画的作品 可以有几千个人看 也可以流传一辈子 美丽 善良 又充满灵性的皇冠宇说 艺术故事馆开幕之后 一楼跟地下室总共有三个楼层 将来会经常举办各种艺文活动 希望能够成为台湾中部地区 美术发展基地 打造台中市 成为艺术生活的美好城市 记者陈文旭 刘文轩 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